在保護美國古紀紀念館和雕像 並打擊近期的刑事暴力行政令中 美國總統川普授權司法部長 對破壞紀念館 紀念碑 雕像 及其他政府財產的人 對策劃煽動實施暴亂的人 對破壞宗教藝術品等宗教財產的人 在法律範圍內最大限度的追究責任 其中 故意破壞聯邦財產的人 最高可判處十年監禁 同時 對那些未能履行責任 保護公共財產的地方政府及地方執法部門 將無法獲得聯邦資助和相關支持 過去五個星期 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之詞 引發的抗議活動演變為暴亂 極端暴力的反政府主義者跨越各州 組織煽動並實施對美國的破壞 紀念館紀念碑和雕像成為主要攻擊目標 俄勒岡州波特蘭的暴民 拆除了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和托馬斯 傑斐遜的雕像 舊金山的破壞者推翻了 尤里希斯格蘭特總統的雕像 華盛頓DC的亞伯拉罕林肯像 和安德魯傑克遜雕像也險些遇難 行政令中指出 這些極端分子明確表示 自己認同馬特斯主義等意識形態 號召摧毀美國政治體制 川普總統在相關聲明中說 他們正在拆除雕像 褻瀆古蹟並清除持不同政見者 這不是和平的政治運動 這些行為來自極權主義者 暴君和暴民 他們不愛我們的國家 聯邦政府將在行政令生效後的六個月內 對聯邦擁有的紀念館、紀念碑、雕像和財產提供保護 新唐人記者李蘭綜合報導